上一集讲到了 灌溉 喂养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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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要怎么喂养牛 那我们有东西之后 所以我们要怎么喂养牛 这样我们就有牛饰料了是不是 所以 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喂养牛 再讲一次 你就是给他吃这个 然后他就会帮你放上去了 对应该是 反正就是喂养牛 这里留在这里 他就是 你这边就有骨仓这样 这边可以去交付任务这样 鸡也可以去吃一下 你看你看 所以要抓过来这样 这样就有喂养鸡 那 那流的方式一样 扭一样就是相同的方法 啊 呃 这个 这个 种植小麦啊 这个小麦先不要这样 我们先找到旧个房子 我们先找到旧个房子 好 完全去修这个 鞠木场 去修复鞠木场 啊 修理鞠木场 那再来呢 就可以再制作这个里面的面板 面板的条件就是 你放进去他就会 就是 你们材料放进去他就会帮你那个了 对 哦 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玩耶 都可以去收蛋 不错耶 我觉得 收割小麦 太多东西可以讲了 我觉得有一个是鸡的 有一个是鸡的吧 有一个是牛的吧 就是他 他饰料也刚好有两种 这样